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環球看點 我是薛然 今天是美東時間1月16號星期二 這期新聞的主要內容有 普京可能將發動第三次大戰 德軍報俄國七階段打北約 終於升官 胡錦濤之子胡海鋒任民政部副部長 美中暗戰2024達沃斯論壇 中共對瑞士單方面免簽 金正恩定義兩韓敵對關係 尹熙悅反擊 小馬克思祝賀賴清德 中共召見菲律賓駐華大使問罪 在節目開始前還是提醒您 記得點贊 訂閱我們的頻道 感謝您的支持 來看詳細內容 德國聯邦國防部的一份機密文件 日前被曝光 引起了廣泛關注 出於對未來軍事威脅的擔憂 德國軍方和歐洲正在準備應對俄羅斯 可能在東歐發動的混合戰爭 文件顯示 俄軍可能分七個階段 在明年春天 也就是2025年 與北約爆發直接的衝突 令外界擔憂恐怕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戰 德國話報披露 這份外洩的德國國防部機密資料顯示 德軍與歐洲正在準備應對俄羅斯 在今年擴大烏克蘭戰爭 甚至攻打北約國家的可能 這份文件詳細列出了幾項未來幾個月內 可能發生的情境 其中一個情境名為聯盟防禦2025 一共有七個階段 第一階段於今年的2月展開 俄羅斯將在俄外動員20萬士兵 第二階段於4月展開 在俄軍到位和西方對烏克蘭的財政支持下降之際 普京將會下令對烏克蘭進行春季反攻 第三階段落在7月份 俄軍可能對波羅的海三國發動嚴重的網絡攻擊 藉由聲稱居住在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的少數俄羅斯人受到攻擊 在三國內煽動暴力事件 普京將在9月份展開第四階段的行動 隨著波羅的海國家衝突升溫 俄羅斯以進行大規模軍演的名義攻入波羅的海三國境內 屆時俄軍再動員5萬士兵到俄羅斯西部和白俄羅斯 俄羅斯也可能進一步將軍隊及中程導彈部署到飛地加里寧格勒 在2024年12月份 計劃將進入第五階段 普京將利用美國總統大選落幕的過渡階段 說邊界爆發衝突或暴力 釀成多人傷亡 以此引爆蘇瓦烏基走廊的動亂 並且進一步接管蘇瓦烏基走廊 而這個走廊是連接白俄羅斯與加里寧格勒的狹長地帶 位於立陶宛與波蘭邊界 緊接著在2025年1月份 第六階段將展開 俄羅斯會對北約作出虛假指控 說北約計劃推翻普京 使俄羅斯能夠順理成章的 於3月份到5月份進行第七階段的計劃 在白俄羅斯集結大約7萬名士兵 根據德軍的機密文件 在DX天 北約將在東裔部署大約30萬士兵 其中包含德國的3萬名士兵 應對可能的俄軍進攻 美國福克斯、紐約郵報和英國每日郵報都對此做了報導 而紐約郵報和每日郵報製作的圖表也都顯示 普京在這個階段可能退縮 也可能進一步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與北約軍隊發生全面衝突 對於這份文件 德國國防部沒有做出證實 只是對媒體表示 考慮不同的兵推劇本 即使可能性低 也是日常軍事準備的一部分 而事實上 德國並不是唯一為俄乌衝突可能升級 而動員的歐洲大國 瑞典民防大臣柏林在一場年度國防會議上向公民發出警告 要求未可能發生的軍事衝突做好準備 而按照最新的俄乌戰況 俄羅斯空軍14號再度受到重大打擊 在當天 兩架飛機相繼在烏克蘭的攻擊當中受到損害 而且這兩架還不是普通的戰鬥機 而是包括A-50空中預警機和伊爾-22M空中指揮機在內的特種飛機 烏克蘭方面報導 A-50空中預警機已經被確認被烏克蘭的軍隊擊落 而伊爾-22M指揮機則指示受損並迫降在了俄羅斯控制區 後來俄方便稱 伊爾-22M空中指揮中心並不是被烏軍擊中 而是被俄羅斯防空系統誤擊 這才導致受損並能成功地迫降在地面機場 有部分俄羅斯軍事部落客指出 這架飛機被擊落恐怕對俄國空軍造成巨大的損失 因為這款飛機仍在服役的數量有限 在1月16日 中共國務院任免了一批工作人員 其中任命胡海鋒為民政部副部長 而胡海鋒是中共前黨魁胡錦濤的獨子 多次流出升官的傳聞 這次終於成真 16日下午 中共人社部網站發布了一批國務院任免人員名單 其中宋奇超任財政部部長助理 胡海鋒任民政部副部長 先年51歲的胡海鋒2013年5月開始從政 2018年7月任麗水市委書記 之後在原地打轉了多年 他的仕途已經遠遠落後於許多七零後的副部級官員 胡錦濤在2002年10月22日的二十大閉幕式上 被強行駕離會場 這一年多來 胡海鋒的名字在微博上被列為禁詞 遭到全面封殺 隨著胡海鋒任新職的消息傳出 他的名字也在微博解禁 獨立時評人蔡聖坤評論說 事實上 胡錦濤把兒子託付給習近平已經13年了 2018年7月升任浙江利水市委書記 在好山好水好寂寞的利水 頭髮花白的胡海鋒常常為習近平大唱讚歌 終於在51歲 獲准返京擔任民政部副部長 讓胡家父子團聚 也方便監管胡家父子 同時評析外界關於胡家父子的種種傳聞 在地緣政治緊張的背景下 2024年第54屆世界經濟論壇 1月15日在瑞士達沃斯開幕 外媒披露 美中正在達沃斯展開暗戰 來自全球1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2800多名各界代表 將在達沃斯論壇圍繞著重建信任主題 探討世界經濟未來 據美國媒體政客的報導 中共派往瑞士的代表團規模和意圖讓美國非常警惕 政客獲得的一份美國國務院的文件 列出了有關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達沃斯論壇的日程調整 美國正在安排布林肯與瑞士官員會面 確保瑞士不會被中共的潛在示好所左右 據美國國務院的文件 中共二號人物國務院總理李強將率團出席會議 中共有10名部長出席 李強將與瑞士領導人會面 美國駐瑞士大使米勒說這是一次準國式訪問 米勒認為美國國務卿應該與瑞士聯邦主席 阿姆赫德會談 而阿姆赫德也完全準備好了與美國會談 在美國與中共因為臺灣大選 以及美國計劃派遣代表團訪臺 而導致的新一輪緊張局勢背景下 截止這份文件發布之日 布林肯沒有與中方的任何人會面的計劃 事實上美方的警惕不是沒有道理 在1月14日下午中方就開始施展動作了 瑞士聯邦主席阿姆赫德與李強在前往 瑞士首都博爾尼的專列上談話時 李強就遊說歡迎更多的瑞士企業富華投資 15日上午中共更進一步聲稱 將給予瑞士單方面免簽待遇 據中共官媒央視的報導 中共和瑞士同意 中瑞自貿協定升級 將舉行新一輪中瑞外長級戰略對話 並說中方將給予瑞士單方面免簽待遇 瑞方也將為中國公民和富瑞投資的中國企業 提供更多的簽證便利 這是繼去年中共官方宣稱 對法國 德國等六國免簽之後 對瑞士的單方面免簽 這個消息連中國大陸的網民也熱烈為觀 大多數人是諷刺和謾罵 網友說 中共真廉價 裝都不裝了 對等原則呢 到處給別人免簽 什麼意思 有沒有可能是因為經濟已經崩的不行了 戰狼外交搞不下去了吧 現在開始放軟身段 即使現在對全世界免簽 也沒有幾個人願意來 德國媒體法蘭克福匯報曾指出 中共之前沒有對歐洲人 實行過這樣的免簽政策 中共現在的單邊措施 可以被視為是一種經濟絕望的行為 時政評論員李林一認為 中共說來說去 目的只有一個 為了吸引更多外資去中國 讓政權能再多維持一段時間 但中共將西方公司 排擠出關鍵市場的舉動 動態清零的舉措 以及對民營公司的各類打壓 令中共的謊言頻頻破產 中國大陸成為了西方投資者遠離的場所 朝鮮在近期接二連三發射炮彈和導彈 對韓國和日本挑起事端之後 朝鮮領導人金正恩15日 公開將韓國定義為頭號敵國和永遠的主敵 並揚言要佔領大韓民國 納入朝鮮疆域 韓國總統尹錫悅16日斷然回應 一旦朝鮮發起挑釁 韓方將加倍反制 金正恩前一天在平壤萬壽臺意識堂召開的 最高人民會議上宣布 朝鮮已經徹底消除將韓國視作和解與統一對象 以及同族的矛盾既定概念 將韓國完全界定為外國和頭號敵對國家 並說有必要制定法律對策 明確規定行使主權的領域 首先 韓國有關的條文應該明確禁止居民使用 三千里錦繡江山 八千萬同胞等兩韓為同族的詞彙 還要加強相關的教育 將大韓民國視為朝鮮的頭號敵對國家 永遠的主敵 除此之外 現階段刪除憲法中 北半部 自主 和平統一 民族大團結等措辭 其次 作為南北交流合作象征的精益鐵路線 朝鮮區段將完全切斷成不可恢復的水準 以完全隔絕兩韓邊境地區之間的一切聯絡條件 並分階段嚴格實施 金正恩還說要拆除位於平壤南部關口的 祖國統一三大憲章紀念塔 從朝鮮民族歷史當中 徹底摒棄統一 和解 統族的概念 金正恩還威脅說 如果韓國膽敢侵犯朝鮮一絲一毫的領土 領空和領海 將即刻被視為發起戰爭 朝鮮將終結韓國 要給美國帶來所謂的意想不到的災難和失敗 對於金正恩不顧後果的狂言 韓國總統尹熙月16日作出回應 他表示 將兩韓關係定義為兩個敵對國家 金正恩當局是反民族 反歷史的集團 他還表示 一旦朝鮮發起挑釁 韓方將加倍反制 尹熙月16日在龍山總統府召開國務會議時表示 韓國現屆政府與歷屆政府都不同 一旦朝鮮發起挑釁 韓方將加倍反制 金正恩的這種要挾方式再也行不通 尹熙月同時強調 威脅韓國的是朝鮮政權 而不是朝鮮居民 政府將為脫北者順利定居韓國社會 給予關注和扶持 臺灣總統大選獲得50多個國家的祝賀 導致中共焦頭爛額四處抗議 1月15日 菲律賓總統小馬克思在社交平臺上發文 祝賀賴清德當選臺灣的下屆總統 菲律賓自1975年與臺灣斷交之後 非國總統祝賀臺灣總統當選人相當罕見 尤其小馬克思的賀文中出現了臺灣總統的說法 更是他上任以來的首次 小馬克思在X平臺上發文表示 我代表菲律賓人民祝賀賴清德當選臺灣下屆總統 還表示期待在未來幾年內密切合作 強化共同利益 促進和平 確保我們人民的繁榮昌盛 報導還表示 小馬克思祝賀臺灣新總統的訊息 也包括感謝臺灣接納菲律賓20萬的海外勞工 小馬克思的賀文招來了中共的興師問罪 中共16日宣布為此召見菲律賓大使 而中共的外交部發言人毛寧繼續表達強烈不滿 堅決反對等陳詞爛調 又威脅菲律賓不要在臺灣問題上玩火 那麼中共為什麼這麼緊張呢 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的首席中國顧問余茂春先生指出 中共對美國、英國、澳洲等民主國家 祝賀賴清德當選總統 為什麼更加憤怒了呢 因為這些祝賀中隱含著對臺灣政府合法性的認可 潮流正在轉變 對此 加拿大約克大學副教授沈榮欽分析 小馬克思曾經表示 菲律賓遵守義中政策 不會與臺灣有正式的官方往來 傳統上菲律賓總統也不會直接向臺灣總統當選人道賀 如今小馬克思不僅打破慣例 還直接稱呼臺灣總統更是前所未見 似乎暗示兩國可能在未來有更緊密的合作 台北分析師江懷哲也指出 這個背景脈絡有一大一小 一是小馬克思自2022年6月就任以來 逐漸清晰的親美外交路線 也同步與日本、澳洲等民主陣營國家強化合作 二是近來南海局勢緊張 小馬克思或許是以臺非關係暖化的可能性 向北京發出訊號 再加上全球供應鏈重組之下 臺灣對菲律賓投資仍有相對較大的發展空間 未來新政府確實可以整體思索 臺非關係深化發展的可能性 這期的環球看點就到這裡了 歡迎就今天的新聞話題在視頻的下方留言 和我們分享您的觀點 請別忘記幫助我們點贊、訂閱和轉發 感謝您的支持與收看 下次節目再見 有請禁止